我們大多數人都習慣了用理性的思維模式去分析問題 創意思維便因此變得非常罕見 你屬於哪一種類型呢? 能跳脫框架的思想家還是一個分析天才? 挑戰這些解謎與遊戲便自由分享 請別忘記按下訂閱按鈕並開啟通知鈴 加入我們量生活頻道 謎題1 這裡有3根火柴 你能在不折斷他們的情況下變成6嗎? 你有10秒的時間去思考 誰說過必須使用阿拉伯數字6? 從一開始這些火柴又已經是完美的羅馬數字3了 所以你只需要把兩根火柴的底部連接起來 你便得出一個羅馬數字6 如果你猜對了 給你的創意思維增加1分 謎題2 有人在醫院度過了整整3天 但他們的身體卻完全健康的 可是出院時他們仍然是被抱著出去的 為什麼呢? 請在10秒內弄明白 答案比你想像的簡單 這個人是一個剛出生的嬰兒 如果你猜錯了別擔心 接下來還有更多的謎題 謎題3 看看這一行數字 你能猜到應該用哪一個數字 代入這個問號呢? 想到了嗎? 時間不多囉 如果你的答案是4 那就太厲害了 你的創意思維絕對非常敏銳 如果你答錯了 請再仔細看看這些數字 這裡其實有一道簡單的公式 5-2是3 而3位於這兩個數字之間 從2-1 你得到1 它也位於1和2的中間 所以按到這個規則 你從9-5便會得出4 也是唯一的正確答案 謎題4 兩個人走到河邊 岸上有一條船 但只能坐一名乘客 可是兩人都順利抵達河的對面 他們是如何做到的呢? 我可沒有說他們是在同一個岸邊 所以正確答案很簡單 他們倆不是在一個岸邊上船 謎題5 謎題5 現在來測試一下你的觀察力有多敏銳 請在10秒內找出2017這個數字 讓我們把視線移到最後一排 你會發現它就在右下角 啊!原來你躲在這裡 謎題6 謎題6 一個男人在2000年是25歲 到了2005年卻變成20歲 這怎麼可能呢? 5 5 這傢伙不是班劍林巴頓 只是因為他出生在公園前 盡量別過度分析字面上的情況 多發揮你的創意思維吧! 謎題7 現在這裡有一個數字 188 你能只用一條線變出兩個100嗎? 好好想一想 要獲得兩個100 你只需要把188從中間一分為2 這個方法便會得出兩個1和4個0 正是我們需要的答案十分簡單吧! 謎題8 讓我們增加一下挑戰難度 想像一下 身處野外的你 面前有一隻獅子 而你身後有一隻豹 你身上的鎮鏡槍只有一發 你有10秒的時間想辦法擺脫困境 那麼你計畫如何逃生呢? 要是我的話我會先對獅子使用鎮鏡劑 然後跳上身後 難不捷豹開車離開 捷豹是一輛非常快的車對吧? 如果你也想出同樣計畫 跟我幾個掌 謎題9 好的回到數字類米語 這裡有12個數字 你需要用0代替當中的5個數字 令這些數字的總和變為1111 跟之前一樣你有10秒鐘去完成任務 但如果你需要更多時間可以隨時按暫停 這條題目真的有點疾瘦 要獲得總數1111 最好不要弄第一排的數字 對於那一整排的3 讓我們用0代替其中兩個 等下一排做同樣處理 現在我們只剩下一個0可以替換 只好用在最後一排 因此111加3是114 114加7是121 而121加990等於1111 鄉親們 解答這題只需要一雙敏銳的眼睛 以及一些簡單的算數就可以了 謎題時 想像一下 現在是1月中旬 一個剛剛看完電影 全身穿著黑色衣服的傢伙 正在慢慢地步行回家 附近的房屋完全沒有光線 天空也被濃郁的厚雲覆蓋著 不然間 一輛沒有開車頭燈的汽車 高速朝他衝來 由於無法即時煞車 司機撞到了那名男子 有可能司機真的完全沒有看到 這個穿黑衣的行人嗎? 他當然可以很容易地就發現這個男人 因為這一切都發生在中午 也許天色不怎麼明亮 但我從來都沒有說過現在是夜晚對吧? 如果你錯過了這個細節也不用擔心 你可以在下一個謎題迎回來 謎題11 這裡我們有三條橫向方程式 和一條縱向方程式在右邊 你的任務是把數字替換 另四條方程式得出正確答案 再重複一次 如果需要更多時間請隨時按暫停 好啦 正確答案看起來跟最初十完全不一樣 第一行應該是9-5等於4 第二行應該是6除以3等於2 第三行應該是1加7等於8 現在垂直的方程式是4乘2才合理 連我也被難倒了 所以這題的確夠挑戰性 謎題12 桌上有一個裝有6顆雞蛋的籃子 6個人輪流從籃子裡拿走1顆雞蛋 然而籃子裡還剩下一顆雞蛋 這怎麼可能呢? 如果最後一個人不是只拿走雞蛋 而是連籃子一併拿走的話 這就有可能囉 這才夠現實 謎題13 看看這個巨星火柴王格 我們這裡有30個大小不一樣的正方形 你可以只移除酒跟火柴 就將它變成一個沒有任何正方形的圖案嗎? 你有10秒的時間去把答案變出來 其實不用魔法也能做到 如果我們不能再有任何正方形 就讓我們把它們都變成長方形吧 先從第一行開始 抽出兩根位於頭兩個 以及後方兩個正方形中間的火柴 已形成兩個長方形 在第二行 從第二個和第三個方塊中 再取出兩根火柴 已形成一個大的長方形 到第三行時稍微改變一下做法 在第二個和第三個正方形之間取一根火柴 並在最末端取走一根火柴 形成另一個大矩形 至於最後一行 我們可以重複第一行的做法 在前兩個和後兩個正方形之間拿走兩根火柴 好的 現在我們還有兩個正方形 和只有一根火柴可以移動 在第一排的第二個和第三個方塊之間 拿走最後一根火柴 也大功告成囉 密題14 我們都習慣了 要先有星期四才有星期五對吧 就是這種喜歡慢慢來的性子 但其實這個定律也能被反過來 那麼在什麼情況下 星期五會排在星期四之前呢 慢慢想 在英文字典裡面 星期五 永遠都排在星期四之前 如果你還有別的說得通的答案 請在留言區內跟我們分享 也許你的創意思維 能為這個謎題找到一個更妙的新答案喔 謎題15 好吧 又一個數字類謎題 這是由作家柏納德韋伯想出來的 問題很簡單 哪一組數字能把以下的數字串連起來 這裡有一點提示 忘記你對數學的所有認知 並充分利用你的創意思維 這個數字鏈的架構非常簡單 我們有1作為第一個數字對吧 所以只需要寫下剛唸出來並除掉兩次後的內容 1 1 現在我們有兩個1 繼續寫下它除掉兩次後的念法 2 1 現在共有一個2一個1 在這段代碼中便是1 2 1 1 下一步1 2 1 1的新念法是 一個1一個2兩個1 以及1 1 1 2 2 1 最後 對於最後一組 數字3 1 2 2 1 1 正確的答案是 一個3 一個1 兩個2 兩個1 或 1 3 1 1 2 2 2 1 題16 一名年輕女子平靜地走進一家咖啡館 並請求店員給她一杯水 然後店員看到她一眼後便突然對她大聲尖叫 奇怪的是 這位女士還跟她說謝謝 然後就離開了 嗯 這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我有10秒鐘的時間揭開女帝 這種情況其實沒有那麼奇怪 因為那個女人打嗝停不下來 店員馬上知道狀況並決定嚇她一跳 好讓她的停止打嗝 因為突如其來的驚嚇對打嗝十分有效 因此她在感激店員後便離開了 不再需要一杯水 這次的情境是 一名男子在探望妻子後走下醫院的樓梯 突然所有的燈熄滅了約5分鐘 這時她被意識到她可憐的妻子剛剛去世了 她是怎麼樣得知的呢 不幸的是這個男人的妻子不僅生病了 而且還只能靠著呼吸機維持生命 因此 所以當停電發生 並且連緊急發電機也無法運作時 她知道她的妻子已經離開了 如果你得出同樣的結論 那麼你真的有一個能跳出現有框架的思維模式 這便是解你挑戰的最後一題了 如果你至少答對十二題 那麼你就是一個真正副創意的思想家 如果你破解了小於十二道謎題 則代表你更具分析和邏輯能力 哪一道謎語你覺得最難破解呢 請在留言區中告訴我們 請記得點讚 把影片分享給你的朋友並挑戰他們 最後點擊訂閱 持續鎖定亮生活頻道